好 我們要等於來看到這個是 這個中國 美國 日本 印度跟澳洲等 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國 他們現在宣布要聯合法國 共同舉行了海上的聯合演習 那其實呢 不只是這個美國進來呢 是頻頻的找到了他的盟國 在整個他所謂的印太戰略的 這些海域上呢 來進行軍事演習 同時間呢 也看到了他們不斷的 把歐洲的盟友也拉進來 像這一回我們就看到拉進了法國 而德國呢 現在預計 他將會加入下一次的軍事演習 那麼因此呢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動作頻頻 特別呢 是要把整個印太地區 他說這印太戰略就是這裡 是自由開放的一個海域 所以不斷的來來去去軍事演習 那當然呢 大家都說 剑止中國 因此呢 中國方面呢 也每每就剛好是在美國帶領著盟國聯合軍事演習的時候 他也要軍事演習 像目前呢 正在進行的就是 中國的這個遼寧航空母艦 遼寧艦 帶領著整個編隊啊 那麼從日本的沖繩島開始往南 而且一路來到了台灣這個右下方 台灣的東南方的一個位置 在這裡進行訓練 特別呢 我們看到了在這個解放軍 他們海軍呢 所公佈的正式的聲明當中 他特別怎麼寫 他說來到了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訓練喔 過去呢 看到了這個解放軍說他們的軍事訓練 他在稱呼這個訓練地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會講在西太平洋 有的時候會說在東海 說在福建沿海 說在海南周邊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直接說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那這一次呢 故意這麼說 那當然呢 就有背後的政治意涵了 那不過呢 也不只是遼寧艦立刻也要軍事演習 要跟這個五國的軍演來做一個對抗之外呢 甚至呢 在這個中國的一個中央媒體 這個央視當中 他也特別呢 曝光了 這是他們在實質意義當中 第一艘的國產的航空母艦 山東艦 內部完全曝光 做了一個非常這個完整的一個專題介紹 那到底呢 我們看到了中美之間的一個軍事對抗 現在呢 已經是越演越烈 越來越激烈 那現在雙方大秀軍事肌肉呢 似乎也是劍拔弩張 今天大世界話題 我們就帶您快來看 好 我們首先呢 就帶您來看到 這個是五國軍演 五國軍演從4月5號一直到7號 那他所在位子是在孟加拉灣這個地方 好 那在這個地方進行軍事演習 那這個包括了美國 日本 印度跟澳洲 這所謂的四方安全對話 那這個四方安全對話的軍事演習也很特別 過去呢 都只有美國 日本跟澳洲在聯合軍演 那這個印度算是第一次加入這個聯合軍演 而且這一回呢 這個法國說 我也要 那所以呢 這回就變成了是五國的聯合軍演 而且他們也不諱言說 他們這五國呢 共同的就是要來抗衡中國在整個印太海域上的擴張勢力 那你就非常好奇說 那歐洲離這裡好遠 法國到底要來幹嘛 其實呢 法國在整個印度洋跟南太平洋地區 法國至今哦 他們像大航海時代 他現在手還伸到這裡哦 這裡有很多法國的海外省 還有海外的領土 海外的軍事基地 所以呢 這個法國也覺得 這個中國的海上的所謂擴張行動啊 非常憂慮 所以他也主動地要加入這一次的一個聯合軍演 而且呢 很特別 在這樣的一個軍演當中 是由法國的海軍來做主導哦 好 那麼通常呢 我們看到聯合軍演 他有的時候要互相軍力的 互相配合 所以有的時候會美軍主導 有的時候日本主導 那有時候澳洲來試試看 那這回呢 是法國來做主導 好 這個是看到了五國的聯合軍演 那通常呢 在美國軍演的同時哦 這個解放軍絕對也會 同時也有軍演哦 同時呢 也會派出他們的艦隊 那我們來看這回呢 共軍派出的是中國的這個 航空母艦 遼寧艦 而且是整個編隊哦 整個編隊 浩浩蕩蕩的 他們是從日本的沖繩島這個位子哦 開始往南 然後一路往南來到巴士海峽 其實呢 就在台灣的東南方了 然後呢 他們公開的聲明是這樣講 台灣周邊海域 我剛剛已經特別介紹 這幾個字眼其實非常特別 因為過去的解放軍 是不會這樣使用這些字眼 過去呢 他可能直接會講說 遼寧艦來到了巴士海峽 來進行軍事演練 但這一回呢 直接告訴你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來進行軍事演練 甚至呢 他們解放軍的這個將領還直接講說 這就是以後常態咯 讓你習慣成自然哦 這就是以後的常態組織 他們會不斷的到這個地方來進行演練哦 這非常罕見的用台灣周邊海域這幾個字 那當然背後的政治意涵 我們來看 中國的非常知名的鷹派的一個官方媒體 環球時報 他就這樣講 他說呢 這代表未來呢 這個遼寧艦這樣的一個航空母艦 在打擊台獨會發 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國際情勢專家就認為 這是直接拿台灣下手 你們喜歡美國帶著盟國 喜歡在這個中國周邊 這個來來去去嘛 是吧 那於是呢 他就針對台灣 對台灣進行了軍事恫嚇 一艘一艘軍艦向前航行 這是2020年 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 美國 日本 澳洲和印度的艦隊同行 氣勢磅礡的畫面 這回四國軍艦再度合體 前往孟加拉灣和法國海軍展開 為期三天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由法國海軍主導的拉佩魯茲海上軍演 這次在印太地區集結美日印澳四國軍隊 加上法國自己的兩棲攻擊艦雷電號 護衛艦舒爾庫夫號 五國海軍精銳進出 被視為亞洲版的北約組織 抗衡中國意味十分濃厚 不過共軍可不想示弱 最近被日本發現 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 從沖省本島和宮古島中間南下航進太平洋 後來中國官方自解證實 航母編隊確實就在 台海周邊進行演習 外界解讀 此舉就是共軍對美日印澳法軍演的公開反擊 據海軍新聞發言人高秀成海軍大校介紹 日前中國海軍組織遼寧艦航母編隊 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訓練 解放軍甚至罕見直呼台灣周邊海域 和過去的台海或西太平洋等用詞 相比起來更為具體許多 專家認為這意味著中國航母 未來對台的軍事恫嚇及戰力 將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專家還稱這就是所謂的殺雞用牛刀 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軍事動作不斷 原因在歐洲的德國也忍不住發聲 德國防長康坎鮑爾表示 印太地區情勢攸關德國利益 因此決定八月份為了確保海上自由航行 將派出巡防艦巴伐利亞號前往亞洲巡役 年底更加和澳洲等國進行聯合演習 康坎鮑爾說 中國有意按照自己的藍圖打造世界秩序 他也呼籲西方國家不應該受到中國的逼迫 因此德國派遣軍艦 不僅是向中國發出訊號 更是要告訴美國 德國也願意行動 與歐美及印太國家圍伍 願和中國解放軍互扁苗頭 然而多國軍演不斷較勁 卻讓印太地區的緊張情勢持續升溫 三地新聞承認不懂 好 那麼除了我們看到在軍事演習當中 這個美國你軍演我也一定要軍演 一定在同時海域當中 絕對不能落人後 那現在看到了在北京當局他們要大秀軍事肌肉 還直接拿出了在實質意義上是國產的航空母艦 自製的航空母艦山東艦 在央視當中首度進到了山東艦的內部 讓大家來看一看 那甚至也看到了一些在山東艦上頭 到底有哪一些的武裝 讓他的航空母艦能力更強 好 我們來看到山東艦 為什麼講說是實質意義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次正在進行的軍事演習的遼寧艦 那其實遼寧艦 當然上頭可能有部分的領主艦 後來是北京當局給裝上去的 但是基本上這是一艘老船了 是從俄羅斯買來 然後重新把它改造成現代化的航空母艦 但是山東艦不一樣 山東艦雖然是中國第二艘的航空母艦 但是它就是完全的自己製造了 所以它是中國第一艘的自製航母 中國方面是這樣子定義它 它的一個建造時間是從2013年一直到2019年 它的艦載機36架的殲-15B 航空母艦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把整個戰場拉到遠離國土 然後它可以成為一個平台 那不只是一艘航空母艦 它是整個艦隊的一個重心 所以它是整個艦隊 它是一個靈魂人物 然後上頭非常多的艦載機 隨時就可以起飛去攻擊別人 可以把戰場往外拉 任務它可以攻擊空中水面跟水下 那可以摧毀這個海岸的設施路上的目標等等 好這個是山東艦非常rough的一個介紹 但是呢這一次我們看到了這個央視的記者 直接來到了山東艦就看到了很生活化的一面 在山東艦上其實常常同時間可以有五千人 五千人在山東艦上 無論他們是巡弋海洋保護這個中國的領土 亦或是呢他們在這個山東艦上有他們自己的任務 好這五千人到底是如何在山東艦當中生活呢 這是一個好大好大的船 315公尺長然後20層樓那麼高 裡頭呢它的一個面積呢是三個足球場那麼大 據說呢可以住的船艙有三千多個 這個引一個央視記者這樣講 他說如果你一個人去住一間房間 然後一天住一個不一樣的船艙 你這樣輪一圈你要住十年 好大的山東艦 然後呢這山東艦上頭呢 也真的非常社區化的一個管理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如果這五千人你同時要吃飯 你要有多大的食堂讓他們吃飯 哇很困難嘛 所以呢他就把這一區一區分開來 五千多人你可以分好多小區 然後呢小社區的管理 那每一個小社區當中會有郵局 然後會有電信局 幫你打電話給岸邊你的家人 然後有超市有圖書館 我們簡單來看看 這個是在山東艦上頭啊 這央視接下來的畫面 他們的這個福利社長這樣子 賣很多這個小零嘴 有餅乾啊 麵包啊 牛奶啊 汽水啊 茶啊 這個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裡頭的生活物資喔 欸 其實還蠻充分的 另外呢會無聊嘛 你如果休假期間 你又在這個船上 你也不能怎麼樣嘛 你也不能跳下去游泳危險 所以呢你看他們就看書 所以它裡頭還有很多像這樣的一個圖書館 所以呢上頭的生活物資 其實是非常充分 然後呢最特別的是 吃得很好啊 一天供七餐 早餐 中餐 晚餐 還有呢這個早點 五點下午茶 然後半夜還有這個點心喔 如果你是24小時輪搬到了這個深夜裡 還多一餐 所以呢這個山東艦裡頭的生活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喔 那我們就帶您來看看了 到底山東艦上頭的官兵是如何生活 而山東艦的武裝的設施 上頭配備的武器 還有這些艦載機 他們的一個規格又是如何 帶您快來看 戰鬥機迅速升空 炮火猛烈 賀足力十足 這是中國第一艘從無到有 完全自己打造的航空母艦 山東艦 中國官媒央視罕見深入探訪 這艘呢就是我國第一艘國產航母 山東艦 它是2019年12月17號正式入列的 它的高度呢是20多層樓等高 長度300多米 整個的面積呢可以達到三個足球場那麼大 山東艦全長300公尺 寬度73公尺 排水量最多達7萬公噸 船上艦島比中國另一艘航母 遼寧號海啸 全為了讓44架艦載機 有更多的空間可以起降 其中包含32架主力戰機殲15B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起飛區了 在甲板上一共有三條滑越起飛跑道 每當殲15艦載機準備起飛時 起飛助理都必須要沉著冷靜 乾脆利落地做出放飛動作 甲板前端特別設計 避磁四度的傾斜弧線 讓殲15起飛路線更完美 不過山東艦除了有主動出擊的艦載機 船上也少不了防禦裝置 一共三套紅旗10防空飛彈系統 另外還有三座11罐30毫米的進防砲 以此盡可能打掉所有外來攻擊 這就是大家經常聽說 也比較熟悉的反導艦砲 它主要用於攔截反艦導彈 它的特點是發射速率高 一分鐘可以達到近萬發 所以也被形象地稱為萬發炮 武器系統是航母的莫當防衛手段 主要用於打掉突破艦載戰鬥機 和航母組艦的漏網之魚 央視透過船上官兵一一介紹艦內空間 山東艦總共3000個艦艙 就連駕駛室也不保留 畫面全曝光 汽車在公路上行駛用方向盤控制方向 艦艇在海上行駛用操作儀把控航向 但航母上的這個方向盤可不一般 它有著四兩拨千斤的作用 而這些操作也不是靠舵手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它需要多個部門多個站位協同配合 才能夠完成這個操作 隨著女軍官的導覽 她也進一步帶著鏡頭 走進山東艦內全部由女性組成的單位 畫物中心 山東艦一出航至少費時好幾個星期 內部供應當然應有盡有 為了充實官兵的海上生活 艦內圖書館當然也很重要 書籍種類五花八門 就怕船員在船上門壞 因此就算不能用手機 但也不全然和外界隔絕 船上郵局就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郵局是由我們通信部門的同志負責管理的 他們每天幫助大家收發快遞信件 當然了還包括 鑑賞報刊雜誌的領取分發工作 除此之外 艦內福利社可能就是船上官兵們的 主要消費場所了 餅乾 零食 飲料 還有各式各樣的日常用品 雖然商品種類不多 但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時間不早了 快到吃飯的時間了 咱們現在往前走 看看吹士班的統治 為我們準備了什麼 今天中午給大家準備的菜品有 紅燒赤根 木耳炒苦瓜 海帶結 燉排骨 西蘭花 炒蝦仁 乾燒魚段 還有青炒油麥菜 主食是花卷 米飯 還有我們自製的麵包 這邊還有湯和水果 根據負責軍官指出 山東建冷凍庫存 牛豬 雞鴨 魚肉 一應俱全 蔬菜 水果也不缺 船上人員還吃棉稀蜜 包裝水資源 不被浪費 除了早中晚三個主餐以外 還有兩次的劍隔餐以及兩次的夜餐 目的就是不能讓劍上弟兄肚子餓爪 畢竟兵要精就得兩足 山東建內部大揭秘也滿足了外界 對中國首騷國產航母的好奇心 三地新聞扯得不懂